经过几天的激战之后 四位高中女子篮球队凯旋归来 家长以及校职员也高兴地来到车站迎接他们 曾经十年的四位女子篮球队 在今年的高中以及篮球联赛中获得总冠军 其中控球后卫柯宇兴除了获得单场MVP之外 还拿下出攻后 抄截后 双冠后的加冕 可以说是赛事中最受瞩目的球员 但他谦虚地表示 比赛当下完全投入过程没有再充数据 而当宣布奖项的时候还无法自信 而他也把这份荣耀献给整个团队 我想不到 我是吓一跳 我自己比赛也没有特别去看数据 平常我除了自己在球场上训练 我会自己另外去加强我的跑步或是投篮这方面 然后我也花很多时间去看网络上都有战术什么之类 然后控球的训练 我自己会加强我的传球就是精准度这样 教练提到这支队伍除了训练资源相对不足 同时也是本届八强队伍中最娇小的一队 平均身高不到160公分 如何运用战术补足身高差距也成为自身关键 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因为其实我们在花莲的资源比较少一点 然后再来就是其实高中端能约的队伍也比较少 从去年联赛结束之后 然后我们其实就有发现我们自己的不足 然后去针对不足去训练 教方三年前展开室内外的篮球场诊件 改善训练环境 获得手冠也是属于大家的荣耀 校长也期待社会各界能够挹注相关资源 投入球队训练 四维里南是四维重点栽培的一个社团 得到全国的冠军 也是我们队史上的一个手冠 这是我们所有四维人共同的荣耀 也是花莲人的一个荣耀 真的是我们花莲的一个荣耀 我们会持续的努力为体育加油 那任何一个单向 我们如果到施工所要申请协助 我们都会尽全力的协助跟帮忙 这位高中女子篮球队 自2014年成军征战许多赛事 105年以及106年 也曾经打进截冠军赛 但都是取决亚军 苦练6年之后终于打破魔咒 拿下对死手冠 而对战过程中的回忆 也将会成为球员人生中的宝贵经验 也是新闻杂料 BIT华联市采访报导